那麼傳出說有一個 國內有一個政論節目 中國大陸的媒體記者 在棚裡面盯騷 而且說他會提醒這些角度 而且要按照劇本走 還有劇本 今天大家就在那邊討論 到底是什麼 有傳 我也聽到一些 有沒有真的假的 哪個台的什麼節目 週末什麼節目 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 電視台就澄清了說 毫無根據 純屬杜撰 沒有這事情 哪個電視台也澄清 我不講了 唯漢講 官媒內容 說因為大陸的官媒 不合台灣觀眾胃口 所以只好透過台媒點菜 國安局說我們都有掌握 有掌握 民進黨就說NCC 你看被藍白架空 本來就應該查處 現在NCC就沒有功能了 另外陳玉珍去看民進黨的直播 民進黨要把他趕走 然後還尖叫來反制他 陳玉珍就很奇怪 直播可以看 你們在直播 在現場我不能看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是在立法院走廊 也不屬於你們民進黨的 台灣在搞文化大革命嗎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沒有想到台灣的政論節目在製播的時候 有新華社中共派人來叮燒 民進黨團開記者會也有陳玉珍立委在旁邊叮燒 你待了很久了 好那謝謝你 好不要亂入 不要亂入 好不要亂入 好謝謝 所以說呢 那你這個記者會不是公開的嗎 他竟然下一句就說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陳玉珍在旁邊叮燒 這個我們國家是要回到我小時候 有匪諜都在你身邊那個日子嗎 每個人都要惶惶不可終日 但要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嗎 所以我覺得吳思耀維 麻煩你應該給我道歉 維安 你到底哪個台 這個因為我完全沒有發現 有這樣的狀況 或是說講說 有被新華社的記者置入 然後還在節目的現場 至少我從來沒有錄過像這樣的節目 我所有節目都沒有這個狀況 傳出 因為大家夜間傳來傳去的 就傳到有一家電視台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我的瞭解 因為我認識很多電視台 電視台講說不會沒有 他們也否認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電視台被點名 就是因為沒有實證 可是今天民進黨 他是看了這個報導之後 現在講說 所以第一個 新華社不能駐台駐點 把它撤回 兩岸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事情 現在就不知道 先看有沒有這個事情比較重要 我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根本沒有看過這樣的狀況 以這個報導內容來講 現在目前也沒有任何人對他入座 是傳說有這樣的電視台 有這樣的節目 但我從來沒錄過 我在跟大家報告 有一說一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情形 也沒有看到哪一個人正式出來否認 只是業界大家傳來傳去 就說好像是不是有誰 可是被傳的那個節目 因為我就講說 有一個節目被談說是不是 一個假日的節目 這節目導演講說 我們也沒有這個狀況 進得去考驗 所以就沒有人被點名 這是其一 其二我講一下 陳玉珍委員那個狀況 因為我後來看了一下說 怎麼會吵起來 導播剛剛放的畫面 這個是在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的記者會現場 我以前在立法院連線街那邊當連任記者 就在那附近 旁邊還有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通常我也就是跟大家報告 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或其他民眾黨 黨團在外面還在對面 青島東路大門的對面另外那個辦公室 不會有其他政黨的委員到現場 不管是在記者席或在旁邊旁聽都不會有 除非是我今天開個記者會某某某立委 好 可能坐監犯科我要指控他 他說到以後來體管 你敢這樣講我我就告你 這種狀況之下 那今天講的是一個 就大陸是不是有先控我們的媒體的記者會 那講的內容可能不一定對是沒有錯 可是陳玉珍委員他就是在現場看 因為他現在講說他路過 那我也問了現場的沈柏洋 還有吳思雅委員說 你們在氣什麼 他說因為他在那聽很久 所以沈柏洋是沒講什麼 人家在那邊看不清楚 沒有 那個凱哥你現在講這個 我就跟大家報告 國民黨在開記者會 民眾開記者會的時候 應該也不會有其他的立委 不會 不會 是確實的不會 觀眾朋友如果聽說 我為什麼不能去 就不會有人這樣做 所以今天吳思雅委員他講一句 我跟大家報告 他講說你來這邊丁紹以後 陳玉珍覺得人格被侮辱 我只是在聽我沒發現 你為什麼講好丁紹 所以他踏進去以後 跟他吵起來吵了20分鐘 所以吳思雅委員講這話 陳玉珍委員不能忍 但是我也必須負責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我也常被出聲 講什麼話我就憑我自己良心講究 我採訪立法院的記者會 不會有其他委員 跑去現場聽別人開記者會 這是事實好不好 來 張委員 其實這不是直播 我要說一次 這不是直播 這是很正式的一個記者會 在立法院從來沒有說 人家在開記者會 你在人家那邊門口 這樣聽了十幾分鐘 所以才有的時候 你是不是來丁紹 結果陳玉珍委員就受不了了 就進去了 其實我個人認為 言論自由要互相尊重 如果你認為民進黨開的記者會不對 你在國民黨黨團開一個 反駁的記者會 我覺得這都是民主的常態 這都是應該的 但不能親盟打 去到人家的記者會會場 去給人家搗亂什麼的 而且我說真的 陳玉珍委員這個行為 本來這個記者會 可能不一定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結果他今天這樣 我跟你講 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情了 他這個反而是反效果 第一個沒有尊重 第二個是反效果 我覺得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說這個到底有沒有這個 民進黨開的記者會 也是以媒體的報導 然後去開一個記者會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受公平 但陳玉珍委 我認為他的反應真的是過大了 所以造成今天全台灣的人 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現在還有大陸來這邊 置入我們的政論節目 老實講我是畫一個 非常大的溫和 我們的老朋友 那個愛奇藝 愛奇藝就是影片 影集對不對 連到台灣落地都要被起訴 雖然判的嫌很低 可是都要被起訴要判嫌 以前早期 我知道就可能是在 馬英九的那個時代 兩岸交流比較好的時候 可能有些節目 例如說可能 可是他談的一定是比較軟性的 例如說可能是觀光 文化 經濟這方面 他連政治也不敢碰 因為中國大陸也不希望 他們來碰政治的議題 所以我是覺得 第一個來這邊開節目 機率就已經很低了 而且他講到政論節目 這又更低了 然後又講新華社就更怪了 新華社長久如果說來台灣 他們就是有註點 就是說每個電視台 或者每個比較大的媒體 他們有來這邊註點 可是基本上他們來的記者 基本上來這邊都很乖 因為你稍微 包括你的申請 我碰到幾個例子 他們那時候來投訴 第一個可能是時間稍微 不只是你的時間不能超過 你連去參加哪個活動 你沒有被報備 有時候你就被趕出去了 中國大陸的記者來這邊註點 是受到非常非常嚴格的規定 你怎麼可能可以去開了一個政論節目 所以我比較相信 就是說今天包括張宇先生來講 你說你講這個大外行 怎麼可能 第一個開節目已經是不大可能 第二個怎麼有可能 有一個大陸的記者在那邊叮燒 這個叮燒如果這個記者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明天大概就被趕出去了 孫天明也講 他裡面不是只有丁商 他講到什麼 講到說還有這個劇本 叫他跟著練 台灣的名嘴處處性都很高的 誰敢叫台灣的名嘴說 你跟著我中國大陸的名嘴去 名嘴去那 在台灣要騎去 拜託 怎麼可能 我告訴你 我這點哪 有一點 這些記者 太大陸的名嘴